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回到大选者 我是RICO POPPO 又到了每周的偷闲加油站 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帮大家整理每周发生的游戏大小事 新闻爆料 新发售的游戏资讯等等 这周满满的都是红蓝绿的三家新闻 在上周 Xbox 跟 PS5 纷纷都创了记录 任天堂的 Switch 当然也不能输 在本周突破了新的销售纪录 而目前市面上虽然是晶片短缺 但是索尼说他们 PS5 的所有零组件都已经囤好货了 意味着说 PS5 在未来的一年应该会越来越好买到 不过微软的 Xbox 就受到了晶片短缺的影响 原本预计要在今年推出的神秘机型 可能就不知道延迟到什么时候去 此外 还有 PSVR 2 代 还有 地平线 2 代延期的新消息 废话不多说 赶紧来看看本周有哪些游戏新闻吧 坚持我流的任天堂靠着 Switch 打出了一片自己的市场 可以走到哪玩到哪的特性 加上自家阵容坚强的游戏IP 销售成绩一直非常不错 相信各位身边不少轻薄好友家里面都有一台 这次在 4 到 6 月 2022 年第一季的财报当中 任天堂宣布了 Switch 的销售数量来到了 8,900 万台 这其中包含了新旧版的 Switch 以及 Switch Lite 的总销售量 后续下半年再加上新推出的 OLED Switch 说不定很快就可以突破 1 亿台的大关了 那凭着目前 8,900 万台的成绩 也正式超越了微软 Xbox 360 的 8,400 万台 以及 Sony PS3 的 8,740 万台的历史销售量 那 Switch 下一个要挑战的 就是任天堂自家的 Wii 1 亿 100 多万的纪录了 不过对比去年 4 到 6 月同时期的硬体销售 Switch 整体的销售成绩下滑了 21.7% 这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去年疫情刚爆发 导致游戏产业意外的大幅成长 任天堂又刚好在这个时间推出了动物森友会 让全世界许多被关在家里的人 在游戏中可以悠闲的拔草 砍树 跟小动物们建造自己的岛屿 释放现实生活中的压力 在这款游戏跟疫情推波助澜的情况下 Switch 还有动物森友会的销售量 都达到破纪录的成绩 让今年的任天堂很难再超越过去的自己 有在玩动物森友会的玩家应该都知道 游戏中的更新内容是一天比一天少 不过不用太担心 任天堂也在宣布 目前有更多动物森友会的内容正在制作当中 预计会在下半年推出 另外在上个月初的时候也有一则爆料 任天堂跟专门做大富翁桌游的 《孩子堡公司合作》 计划推出动物森友会主题的大富翁 所以可见任天堂应该还是没有完全忘记这个IP 知名百年奢侈品品牌 Louis Vuitton 近年来不断跨足到游戏产业 除了找来最终幻想系列的角色来代言产品之外 还和英雄联盟合作推出了游戏内的SKIM 还有现实当中的联名产品 甚至还帮英雄联盟打造世界大赛的奖杯 这次为了纪念创办人Louis Vuitton的200 岁名单 居然在创办人的生日8月4号这一天推出了一款手机游戏 Louis The Game 游戏的音乐跟美术看起来都相当的华丽 玩家可以在游戏中6张精美的地图里面 边收集物品边了解创办人的一些小故事 这个游戏在手机商店中都可以免费下载 上周我们做了一个意见调查 想要知道各位已经入手次世代主题的玩家比例有多高 这边要感谢各位的踊跃投票 在将近3500元的调查当中 加上微软索尼双击自霸的玩家 有27%的观众是已经买到PS5了 话说这个真的是比我们自己猜测的数字还高了一点 那买不到或是不想被黄牛坑的大约还有4成以上 留言里面也不少玩家是因为买不到PS5 所以决定先入手XBOX的 那还没买到的玩家也不用太担心 索尼的CFO实时预述在财报中有表示 他们已经准备好足够的PS5零组件 预计能够在2022才一年达到PS5出货总量2200万台的目标 这也表示 接下来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 索尼一定得大幅增加PS5的供货量 按照索尼所设定的目标 扣掉目前已经在市面上的1000万台 预计接下来到明年3月之前 市面上应该会多出1200万台的PS5 希望是可以缓解一些买不到的情况 不过就算是顺利买到了PS5 PS下半年本家的游戏阵容还是有点堪忧 许多本家大作都纷纷延期了 原本预计在2021年上市的战神续作《诸神黄昏》 延期到了2022年 前一段时间 索尼花了一整集State of Play发布会 完整介绍的地平线续作 西方境地的各种实际演示画面 游戏看起来完整度相当高 原本以为会在今年的年底就可以玩到 现在也爆出说会延期到2022年才会做好 另外奇幻风格动作游戏Kena 也有延期 不过也没有延期太久 从原本的8月24号延期到9月21号还好 其实早在6月份的时候 索尼PS Studio的负责人 Herman Horse在受访问的时候 就有先打过预防诊 说受到疫情这种不可控的因素影响 游戏制作上的许多环节都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也很难预估出确切的时间点 还没有正式发布的PS VR二代 也有更多新消息了 游戏在最近举办了一场VR开发商的闭门会议 不过里面许多资料还是被爆出来了 首先是索尼似乎还没有确定取名 叫做PS VR二 目前内部的代号是NG VR Next Gen VR 次世代VR的意思 除了画质更高到4K 可视范围更广之外 还会配上需要眼球追踪注视点的彩线技术 搭配AMD最新的FSR技术来降低运算的复杂度 让PS5能跑出VR环境所需要的高解析度 还有高帧数 头盔上面会加入震动的功能 让玩家更能生力其境不容易动态晕 另外比较有趣的是 索尼把PS VR的一代定位为VR体验 有点像是入门尝鲜的感觉 PS VR二的游戏则是把它定位成3A级的家机内容 未来的游戏很有可能都会像R17那样 有普通版本也有VR专用的版本 还有一则新闻也是跟PS5相关 澳洲的麦当劳为了庆祝当地麦当劳的50周年 宣布要送出50把客制图案的PS5 DualSense手把 感觉这应该是麦当劳跟索尼之间的联名活动还是啥之类的对吧 没想到澳洲麦当劳完全没有跟索尼沟通过 所以索尼听到这之后就马上跳出来阻止了这个活动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手把真的是越看越好看 之前PS5的DualSense手把 曾经推出过《午夜黑》跟《宇宙红》的新配色 XBOX 这次也推出了手把的全新配色《极光蓝》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怎样 两家的取名都是跟星空有关 除了外壳变成金属色的蓝之外 浅蓝色握柄的地方也改成静音手把才有的橡胶纸滑材质 这款手把预计是9月才开始发售 看完之后我都想手刀冲去预定一把 两把 詹姆斯也想要 除此之外 XBOX 还跟行李箱品牌July合作 推出了一款长得像XBOX Series S蜡把的行李箱 目前只有提供纽西兰跟澳洲的玩家作为抽奖活动的奖品 没有对外正式贩售 微软专门为独立游戏创立的ID at Xbox 即将在这个月的10号 连同Twitch再次举办独立游戏的发布会 ID at Xbox Showcase 发布会中除了有许多新的独立游戏亮相之外 微软也说将会宣布更多关于Game Pass XGP 的新消息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游戏 会有试玩版可以给玩家来下载 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不过如果错过了或者没时间观看也没关系 我们会在下一期的偷闲交友战当中 帮各位整理出一些我们自己觉得比较有趣的游戏来做介绍 在次世代主机宣布之前 微软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开发自己家的云端串流服务了 虽然目前都只有应用在手机跟平板上面 但未来只要你是个有网络的现代人 而且电视或萤幕有HDMI的动 微软都会想要有它的XBOX插进去 最近网络上有爆料说微软的最新款主机 将会是专门拿来串流游戏用的小盒子 大小大概就比一般的扑克牌盒大一点点 除了有WiFi的功能 背面还有网路接口跟HDMI的接口 类似像是电视盒一样 只要接上去并且连上网路 拿起手把就可以直接透过 X Cloud 还有 Game Pass 游玩微软所提供的游戏大作 这台主机除了支援队伍语音之外 还可以外接键盘跟滑鼠 甚至还可以跟普通的电视盒一样 安装像是Netflix或是HBO等等的程式来看电影追剧 爆料则指出原本预计这款主机 是要在2021年底发售 不过现在因为遇到了晶片短缺的问题 要延到什么时候就不知道了 主机实际的外观 也会跟目前的圆形机图片会有一些差异 因为过程当中是一直在更动设计 虽然不能确定这个爆料的可信度是有多高 但是微软在做串流的硬体 其实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早在先前的6月13展的时候 微软就曾经表示 正在开发可以让玩家不需要买主机 就可以直接玩游戏的云端串流硬体 还特别有提到 他们同时也在跟电视厂商一起开发相对应的软体 以后新出的电视 直接就有内建XBOX的云端游戏串流功能了 让入门XBOX玩游戏的门槛 可以比现在低上很多 目前还没有人知道这个串流版本的XBOX主机会取叫什么名字 但是依照微软取名的超神逻辑 还是不用猜啦 不用猜啦 猜得多伤心啦 游戏新闻的部分就先到这边了 在开始介绍这周的新游戏之前 按照惯例打个不是广告的小广告 家里有Switch的玩家 可能有不少人遇过蘑菇头飘移的情况发生 网路上有各式各样维修的方式 最常见的就是拿一罐WD40去喷 断喷 狂喷 不过通常没有多久 飘移的情况又会再发生 国外的YouTube VK's channel 似乎找到了永久解决的方案 只要在蘑菇头背后变一块有厚度的东西 就可以解决接触不良造成的飘移问题 不过这边我们另外推荐的是 IG按照这位YouTube的维修方式 另外拍了一个DIY教学影片 里面介绍的步骤比较详细 左右两边的Joycon拆解方式都有详解 影片连结我们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不是广告的广告就先到这边啦 这里再额外宣布一着好消息 我们帮各位争取到了一些福利 感谢微软官方以及结缘科技 决定每周提供两张14天的XGPU卡 来给各位偷闲驾到站的观众做抽送的活动 抽送很简单 只要在下方留言 针对本周的任何一篇新闻或是趣闻做评论感想 就符合抽奖的条件 详细相关的规则还有开奖时间 我们会放在置顶留言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过去的一周有哪些新游戏发售 The Ramp 这款滑板游戏相当的纯粹 有多纯粹呢 游戏没有任何的明星代言或是多华力逼真的地图 画风超级简洁 也没有剧情 也没有任务 也没有分数 连解锁要素或是收集要素都没有 完全就是反谱归真 回到最单纯享受玩滑板的游戏 开发者自己也有强调 与其说是一个游戏 反而比较像是一个专注于纯粹体验的玩具 游戏主要是操控角色 滑出自己的节奏 不用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干扰 真的像是独自一人在享受玩滑板 目前游戏只有出在PC上 是一款相当舒压的小游戏 Omnone 是一款解谜探索游戏 画面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用色跟音乐都非常细致 玩家要在一个远古世界中寻找未知的文明 这些遗迹藏在沙漠 雪地跟森林之中 最后甚至还可以飞上云端 这个世界中也有形形色色的生物 有的长得非常有趣 有的甚至会跟玩家一起来冒险 游戏中主要是透过各种随着进度穴道的移动方式 在一季当中使用这些机制 以类似平台游戏的方式来解开各种关卡 整个过程非常的流畅 不断有新的机制来让玩家挑战解谜 这款游戏的内容设计得非常刚好 大约4-5个小时就可以玩完了 过程当中不会感到过多重复性 或是刻意拉长的内容 有兴趣的玩家千万不要错过啦 这款游戏很特别 它原本只是上古卷轴5的一个MUD 后来因为广受好评 所以创作者建立了一个三人的小团队 花了5年的时间把原本的MUD 改成了一个独立游戏 The Forgotten City 游戏是解谜冒险游戏 结合了探索跟推理 虽然也可以战斗 但主要还是靠与角色鲜明的NPC们对话 以及特殊的时间轮回机制 才有机会解开的各种谜团 整个故事剧情扣人心弦 根据玩家所做出的不同决定还会相对的影响结局 地图场景还原的相当细致 忠实的还原了历史的各种建筑物和服装习俗 游戏的评价相当高 目前在Steam上面是压倒性的好评 游戏时长大约是8-10个小时可以通关 喜欢看剧情的玩家 这款应该不会让你失望 每周的游戏趣味时间又来了 这周我们来看一个天气异象 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周 有位网友把拍到的暴风雨影片PO到网上 眼尖的玩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画面好眼熟啊 英国PS的官方推特 就转发了这段影片 还有备注前方有BOSS战 因为这段影片看起来 太像魂系列里面打王战之前需要经过的那道雾门 只不过影片中的这道门 如果真的走进去 这真的是瞬间湿到高潮吧 好啦本集的偷闲加油站就先到这边 感谢各位观看到最后 如果方便的话请帮我们按赞分享 订阅小叮当 这可以让YouTube 更有机会把影片推送出去 让更多喜爱的游戏的朋友都可以看到 想要follow最新的游戏消息 或是各种的游戏新闻 都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来获得最新的资讯 我是Ricco Papa 我们下周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